所谓的干细胞就是一群还没有完全分化的细胞 同时具有分裂增殖成为另外一个和本身完全相同的细胞 以及分化成为多种特定功能的体细胞 这两种特性 那么一般相信这个干细胞仍然是普遍存在于 已经发育成熟的生命体当中 单负责个体的各种组织与器官的细胞更新及修复等工作 而存在乳腺当中的干细胞 被认为是在驱动青春期乳腺的发育 与平时的组织维修 以及怀孕期间乳腺的增长和重塑 对其有决定性影响 那么这一期的天下纵横谈 将会为您把这个多能干细胞 以及乳腺干细胞的治疗 做一个更深入的分析 美国乳癌协会规定 妇女在35岁时要接受乳房X光照相 而40岁以上的妇女 更是每年都要接受乳房X光照相 但是由于普遍亚洲女性的乳房密度较高 单靠乳房X光照相 不易检测到乳癌的存在 而作为最原始的细胞 干细胞在人们伤病的时候 竟有着惊人的激活能力 本期的天下纵横谈 我们邀请到南加大陈昌平副教授 和大家探讨 如何通过科技 帮助亚洲女性检测乳癌 以及干细胞的神奇功效有哪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